我是谢彦荣 继续我们先来大致掌握一下今天国内的新闻重点 稍后呢在7点20分之后早报新闻再提供给大家详细的这个资讯 国民党宣布要派团出席大陆厦门参加这个月20号登场的海峡论坛 是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团长 王金平此行有机会跟大陆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见面 而国民党的秘书长李乾隆是副团长 李乾隆说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有责任为两岸交流 搭起桥梁而这一次到大陆团员大幅缩减 因为疫情的关系只有10个人 路委会则提醒参与具有统战性质的海峡论坛 应该注意台湾社会的观感 不能够进行违法合作或者签协议备忘录等等文书 通通都是不可以的 民进党昨天晚间也发了声明说海峡论坛的目的是统战 随党员严禁参加 访问团预计16号从台北到厦门 21号回到台北到厦门之后 当然还是要进行隔离检疫 但是这一次隔离的时间大幅缩短只有两天 回来台湾就要自行检疫隔离14天 另外蔡英文总统日前宣布放宽 美猪美牛进口之后 外界的争论相当大 美国在台协会昨天晚间邀请民进党立委 跟台湾激进立委陈伯伟参序 出席的委员说会中大家针对美猪 以及台美关系合作等等议题交换意见 也有部分受邀立委因为有行程 所以最后是没有出席的 昨天的参序当中谈论到未来台美合作议题 例如贸易协定等等 也说到了台美双方未来要怎么样深度合作 包括在国家安全的部分不仅仅是军购而已 当然美猪议题是少不了的 是会中讨论的重点 委员说AIT没有进行游说 而是想要了解台湾社会的反应 以及委员的看法 另外针对台美军事交流 以及安全合作议题也交换意见 昨天都是绿营或者是立场偏绿 这个所谓的小绿的立委参加 外界关注AIT邀请国民党立委 那到时候国民党立委会不会去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昨天在台中说 因为大家希望是集体参加 所以时间还在瞧还在接洽 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 表达对于美猪议题 台湾民众的心声告诉美国 而蔡政府以行政命令宣布开放 还有瘦肉机美猪进口 引起相当多的抨击 白米炸弹客杨如门 以及民间团体代表 一见的各界人士昨天出面呼吁反对开放 痛批重大政策 没有经过审议 用行政权强行扣官 葬送台湾猪之外 也葬送了民主 如果政府持续蛮横的话 民间团体以及杨如门他们说 一定会上街头抗议 国民党这个星期六日 周末要在22线市设上百个连数点 全台同步发动捍卫台湾猪 来猪不要来的食安公投连数 党主席张启成在内的党务主管 两天之内会跑遍22线市 用马拉松接力的方式开讲 礼拜天在养猪大县云林大会师 希望两天能够冲破上万份的连数 好这是美猪议题 稍后在早报新闻当中 还有其他面向不同角度的报道 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而疫情方面呢 昨天台湾公布新增一例 新增的境外移入个案 这是本国籍的20多岁女性 长期在法国工作 上一次从台湾出境时间 是去年的12月 在当地就诊之后 确诊是流感 不过今年的9月6号 独自返国之后 就确诊是新冠病毒了 这名个案8月30号 出现头疼肌肉酸痛等等症状 而经过服药之后症状改善 9月6号入境的时候 有流鼻水 主动向机场检疫人员通报 所以就到集中检疫所 昨天确诊之后呢 已经隔离治疗 而法国参议院首度邀请我 驻法国代表吴志忠 在巴黎时间9号台湾时间 今天下午的3点钟 要出席调查委员的听证会 那我们也第一次啊 踏进法国参议院 分享台湾的防疫经验 特约记者齐海伦的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法国 依照官方数据 已经至少有近33万人确诊 夺走了3万条人命 如果依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及时统计数字更高 法国参议院议长拉谢 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 评估公共政策面对疫情的成效 调查委员会的位阶是高于咨询小组 受到法国社会高度瞩目 到7月底为止 已经举行了9场听证会 邀集37位专家学者 医疗人员和政界领袖出席讨论 台湾防疫的相关报道 是经常出现在法国媒体节目 和纪录片当中 参议院首度正式邀请 我驻发代表吴志忠 出席调查委员会听证会 与法国在台协会主任公孙梦 一起分享台湾面对疫情的相关经验 吴志忠将首度应邀 进入法国参议院 向调查委员会说明台湾经验 具有历史意义 这项听证会名为 凭见政府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危机之政策及治理 韩国和台湾的代表受邀参加 听证会将全程在 法国参议院官网网路转播 特约记者七海伦报道 其他的国际焦点部分呢 今天在中印的边境呢 现在似乎紧张情势再度升高 大陆跟印度军方昨天互控 对方在拉达克东部班公湖南岸 明枪威胁 不过双方都说不是他们先开枪 都否认是开枪的一方 如果说指控属实的话 这一次是中印45年来第一次 在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开火 中印上一次边境开火是1975年 双方曾经在1996年达成协议 同意不在边境地区 使用枪械跟爆裂物 而大陆西区战区司令部发言人 张水利发了声明说 这是印军非法越界 对前往交涉的大陆边防部队 巡逻人员明强威胁 严重违反了中印双方的协定 这是非常严重的军事挑衅 他要求印方立刻停止危险行动 撤回越线人员 严格约束部队 同时呢 查清楚 明将挑衅的人员到底是谁 要向他们保证绝对不会再犯 而印度陆军则发表声明 否认越线跟开火 反控解放军禁逼印度军队的阵地 对空鸣枪恐吓印军 印度的说法是 解放军公然违反双方的协议 采取侵略行动 而美国加州野火延烧到范围超过 200万英亩土地刷新了记录 在此同时 数十人受到失控野火的困扰 不过烟雾弥漫阻碍了空中的救援行动 最近多场大火其中有一场是4号 在陡峭地区 冒出火苗叫做小溪野火 现在呢 已经烧了78000多英亩的土地 而且呢 现在在当地 火势的控制率是零啊 完全无法控制 斯里兰卡海军表示 带有数十万吨原油 上周在外海 持续燃烧的油轮 新钻石号 现在柴油呢 已经开始向斯里兰卡海岸泄露 让人们更加担心可能会引发 重大的环境灾难 挂着巴拿马国旗的新钻石号 有从印度买的27万吨原油 还有1700吨的柴油 他们从科威特出发到印度港口途中 发生了锅炉爆炸 造成了一名菲律宾船员死亡 而船上大火到现在 从上星期四烧到现在 还没有扑灭 而且更严重的是 可能接下来会有 这个原油外泄之后的生态浩劫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 先前高调访问台湾 惹得老共非常的不开心 中国外长王毅很生气 叫他要付出代价 捷克知名的钢琴制造商 佩卓夫总裁佩卓夫瓦 他说 有一位北京客户 以维特齐访问台湾为由 影响到终结关系 在临时取消总价值530万 捷克克朗 大约700万台币的 一笔钢琴的大订单 而这个消息最新有发展 是捷克有个富豪 他叫科马瑞克 他说没关系 我把所有的钢琴都买下来 捐给捷克当地学校使用 好继续焦点转回国内 疾管署昨天公布 国内新增第八个 和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 这个患者住在屏东 50多岁女性 他一个多月前曾经被老鼠咬伤 住家有老鼠的踪击 疾管署说今年已经累计有八起 和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 而疑似病例有100多起 107起 这两个数字都是25年来的新高 如果家里有老鼠的话 特别注意了 容华一的报道 疾管署统计 和他病毒出血热 今年以来通报疑似病例 107例 最近四年通报数则 介于24到61例之间 最近四年同期确诊病例 最多仅三例 住在屏东的50几岁妇人 8月17号起出现发烧 头痛 后眼窝痛 肌肉痛等症状 两度就医后住院治疗 经检验确诊 感染和他病毒出血热 疾管署防疫医师苏嘉宾指出 和他病毒是人畜共同传染病 病毒存在于被感染的老鼠等 镊齿类动物的排泄物中 被镊齿类动物咬伤或接触到 它的排泄物就有感染风险 感染后会潜伏几天到两个月 苏嘉宾说 苏嘉宾提醒民众 留意住家环境中老鼠可能入侵的路径 厨余和动物饲料要妥善处理 清理老鼠排泄物要用一公升清水 加100cc漂白水 泼洒在被污染的环境 30分钟后再清理 中广记者荣华怡在台北报道 网桥球王乔克维奇在美网误伤献审 被判施阁之后 美国名将马克安诺他直言 这一次事件会让乔克维奇 永远背负坏蛋形象 而网路上现在出现了谩骂献审的声音 而乔克维奇也亲上火线 帮献审辩护 有人在社群媒体说 这个献审是装的 让这个判决是否过重的议题 引起广泛讨论 其中呢 也包括好多在社群网路上 为乔克维奇喊冤的球迷粉丝 有人说这个献审演得很烂 装得很糟 海维泽留言更是直接骂他很可耻 说这个他是浑身充满邪恶 而在乔克维奇部分 推特感谢球迷之外呢 也为现审辩护 他说要记得 前天晚间被球打到现审 需要大家的支持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希望大家特别给现审支持跟关心 44岁日本男性 一世古有在家中持有大麻 涉嫌违法被取缔 以现刑犯逮捕 他在最新的日剧 未满警察当中 饰演警察学校的教官 角色呢 是拥有现场搜查官的背景 不过呢 他这样一个角色 跟他在荧幕上正义形象 其实差很多 知法犯法 接下来他自己的演艺之路 恐怕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世古有界 他的演艺力资历相当丰富 在神剑闯江湖电影版 以及大和剧龙马传当中 都看得到 而他过去呢 跟一些女星交往过 也相当有名 包括广袤梁子 吉川除乃 牧村家乃 常泽雅美等等 通通都是他的女朋友 7点21分上英文课咯 新闻美语及时通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agnant Stagnant is spelled S-T-A-G-N-A-N-T Stagnant Stagnant的意思是 停滞不前的 尽管过去十年来 联邦拨款的研究经费 一直没有增加 但由于国外对昂贵的 美国学位的巨大需求 美国的大学和学院 仍处于科学创新的 领先地位 尽管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 黄金价格达到了 创纪录的水平 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黄金消费国之一 对黄金的需求仍然相对停滞 好的 我们今天学习的词是 Stag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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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提醒中网 新闻网跟美国基因 合作的新闻美语及时通 我们直播到 9月16号最后一集 也非常谢谢大家 这么多年的支持 谢谢大家 千秋万事 幸福笑谈中 我是戏子王小姐 浅秋 8月31日起 每周一到五 上午8点到9点 在中广新闻网 千秋万事 掌握时事 聊政治 谈旅游 化文学 以及产业趋势 与您一起聪明思辨 强大内心 任凭风雨 快乐前行 中广新闻网 有Telegram官方账号咯 没空找新闻 就follow中广新闻Telegram 重点新闻提过来 时事话题都能接 简单三步骤 下载注册Telegram 搜寻大写BCC News 加入BCC中广新闻官方版 轻松掌握一天大小事 让你成为话题王 还不赶快加入 生命就该浪费在 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 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 有趣故事 用心享受生命中 流动的饗宴 我是欢欢何庭欢 周一到周五 十一点零七分 我在中广新闻网 生活有够欢 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 同步直播 邀您一起 让人生得意 施敬欢 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但困境 让你我的心更靠近 中广新闻网 关心您 中国广播公司 中广早报新闻 提醒您时间7点25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西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9月9号 农历是庚子年7月22号 今年星期三 早报新闻一开始 我们赶快来听一下 今天国内7份主要的平面媒体 在头版部分 内页部分提供给大家 哪些重要的新闻焦点 今年7份早报 包括综合性报纸 包括财经的两份财经专业报纸 工商经济 我算了一下 大概15条新闻 没有一条是重复的 所以我们也不多说 直接来听听看 各个报纸在头版的一个新闻编排 今天聊核报 头版头条 好久没有听到前瞻预算的焦点了 今天联合报说 在默默当中 这次前瞻预算 有了相当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做在头版以及内页的二版 头版头大标 前瞻轨道预算腰斩 大转弯 数位以及城乡建设 大幅增加 而轨道本来是重中之重 现在剩不到2000亿 换句话说 整个安排的这个配置是大幅的改变的 立法院日前才刚刚通过前瞻2.0预算 国发会昨天却宣布说 蔡政府本来列为是前瞻重中之重的政策方向 大转弯 占比近半的轨道建设预算 瞬间腰斩砍了一半 就好像变成次要建设一样了 反而是数位建设跟城乡建设大跃进 两个加起来 合计预算占比45% 从预算突飞猛进的程度来看 数位跟城乡建设的重要性 在这一波的调整当中 已经超过了轨道建设 好 这个是今天联合报 头版二版的重要新闻 那当然这个东西呢 本来大家对轨道建设的 这个用这么多钱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是不是符合未来的一个趋势 有很多的质疑 所以这个方向调整 原则上大家认为是没问题的 但是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 那你当初在规划什么 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是不是经过完整的一个思考 或者是完整的考量端出来的 还是说只是要讨好地方 就贸然的开出了 这么高比例的一个 轨道建设的一个预算 还有区块 那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蓝音说 你这个时候去调整 所谓的城乡建设跟数位建设 2022年有这个县市长选举 2024年有总统大选 是不是要开始绑装了呢 特别是在所谓的数位建设 跟网络这一块 这是现在执政党的强项 所以在野党说 这个很奇怪哦 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联合报在头版就提到说 蓝军之一选举绑装 交大运输物流管理学系的荣誉教授 蓝武王说 很多轨道建设没有经过可行性研究 就被匡列 每个县市都用喊价的 大家一直喊 就喊到4000多亿元 当执行力大打折扣 办不成的时候 经费被砍是可以预期到的 那我们的官方说法提出来说 为什么会做这么大幅度的调整呢 国发会主委公明星说 我们没有删减预算啦 最主要原因是 轨道建设推动骑程比较长 所以呢 我们把在4年内 可以完成的先编在里头 譬如说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啦 台南铁路地下化等等 那其他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 我们就不要用前瞻预算了 我们回归到所谓的 每年一般公共建设预算 所以他说我们没有要砍 或者是没有要调整 只是把预算的这个名目呢 稍微换了一下 不过交通部说 现在整个国家 重大轨道建设发展的预算 没有任何的调整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雷后报今天在那页二版 有学者的看法说 确实现在不急的可以暂缓 但是蓝银担心 这钱要是拿去部件网军的啦 因为选举马上就要到了 2022 2024选举的这个选战呢 已经提前开打了 那大家记不记得 其实先前蔡政府大肆宣传说 我们这一次在前瞻用这么多的钱 去做轨道建设 目标是希望八年之后 不要再羡慕日本了 我们可以跟日本一样 有非常非常完善的一个轨道建设 或者是交通 所以完整的交通系统是 可以缩短城乡差距 对整个国体的规划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列入前瞻计划 那现在好啦 那如果说真的要来这个提升的话 那整个预算你改口 是不是应该向民众道歉呢 当然这部分呢 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这是联合报今天的头版 头条以及头版二题 那联合报下半版面安排的 则是外电焦点 今天的外电焦点 是中印边境的冲突 说中印边境 枪响45年来头一遭 互控开火 局势相当严峻 好今天在早报联合报的 头版二题提到 大陆跟印度军方8号互控 对方在拉达克东部 班公湖南岸 民枪威胁 双方都否认是开枪的一方 不过如果是真的话 这将是中印45年来 第一次在边境的实际控制线下 在这个附近开火的 所以今天在联合报 利用头版二题 相当显著的版面 告诉大家这一起重要的 外电焦点 那今天联合报 在头版二题有双方的说法 中方指控是 印方非法越线名枪 而印度则反控 这是老共解放军的侵略行动 其实中印上一次 在边境开火 1975年 双方曾经在1996年 达成协议说 不能在边界使用枪械跟爆裂物 但是今年从6月15号开始 其实中印5月初一路 就已经有一些对峙的状况 6月15号是最严重 还造成死伤 这是45年来最严重的死伤 印军20人阵亡 中方没有公布数字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时报 内夜就说了 前白宫安全顾问 他认为在疫情之后 整个印太的冲突升高 那当然中印边际 也值得大家来关注 所以认为前所未有的紧张情势 今天联合报 头版二题 带大家来掌握 而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则是海峡论坛 海峡论坛20号要开幕 在大陆厦门 那先前我们的路委会 这个话讲得很重 希望大家不要参加 而且搬出了 这个我们的国安 无法来告诉大家不要去 不过呢 似乎国民党决定要走自己的路 今天在中国时报 头版头条说 海峡论坛20号厦门开幕 今年两岸最大规模的 民间交流活动 王金平渴望会见汪洋 因为现在两岸陷入了冰封 官方的往来几乎是 完全停止了 所以忠实切入点是 王汪汇堪称是今年疫情发生 两岸沟通全面中断以来 规模最大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 而这个汪洋是大陆全国政协主席 那对上的是我们的前立法院长 王金平 这是忠实今天的标题 旺报标题则是说 这是海峡破冰交流解僵局 说呢 在现在这么紧张的时候 王金平到厦门 大陆学者认为 从这个 这一次王金平执意要去 可以看得出来 两岸之间的和解 还有一线生机 还有希望 并没有完全绝望 当然这是旺旺中石集团 今天两个报纸下的标题 而中石头版头 提到说 王金平确定代表 国民党率团参加 那党秘书长李乾隆 则是副团长 王金平是团长 除了参加海峡论坛之外 也会参访 厦门地区的台商企业 同时跟当地的一些 台湾的师生举办座谈会 16号出发 21号晚间回台 那国民党定位是 借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之后 第二次的破冰之旅 这是在蓝银方面 新党亲民党也会组团同行 不过在执政党 以及我们的官方部分 陆委会先前已经提出三项禁止 祭出反渗透法 提醒到海峡论坛 去参加海峡论坛 要小心触法 国民党昨天说 我们的官方交流已经中断 所以在野党 国民党必须要扛起重担 在海峡为台湾的繁荣 为两岸和平做努力 希望透过沟通能够化解双方的僵局 不过昨天陆委会强调 我方人士参加具有统战性质的海峡论坛 应该遵守两岸关系条例规范 不能够进行违法的合作行为 或缔结联盟 文书通通不能签 协议是不能签的 这是陆委会方面的提醒 好那到底官方对于两岸交流 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呢 当然过去这个蔡总统多次强调 在尊重以及正视 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前提之下 当然愿意跟两岸做一个交流 不过这种所谓的官方私下 似乎现在没有任何的机会 那透过王金平传话 有没有可能呢 今天中国时报的三版 王金平对外已经跟总统喊话了 他说呢 不管是在论坛前论坛后 王金平表示 我愿意向总统报告 那当然这个如果是钱的话 那总统你有什么话 希望我带过去 我也可以带 那回来之后呢 对方有什么话 我当然回来跟你报告 这个言下之意 没有明讲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表面上说 如果总统需要在论坛前论坛后 王金平说 我都愿意去跟总统报告 希望能够缓和两岸对立 为2300万台湾人发声 他说如果总统需要 那王金平说 我一定遵从总统的意思 接下来就要看总统府了 看总统府有没有这样一个 这个态度 说希望跟大陆方面 在这么冰冻的关系当中 有一点点解封的机会 那今天中十三版 记者林静杰的特稿说 这一次由侨王出马 因为过去王金平 在立法院长期间 大家都说他是侨王 蓝银就是王金平 绿银就是柯建民 这两大侨王 在立法院可以说是呼风唤雨 那这一次王金平的这个角色 换到两岸 有没有机会为两岸争取对话空间呢 大家拭目以待 好那今天中时 今天下半版面还有说 两岸企业家峰会静观其变 大陆对民进党绝望 对国民党失望 这一次呢 海峡论坛组团有相当多的波折 所以在大陆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也还要再来做一个观察才知道 不过呢 至少在礼遇部分呢 对这次代表团 他只隔离两天 但是必须要三彩音之后 在整个所谓的泡泡 防疫泡泡当中 似乎已经有了一些善意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报道 好我们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在周时的头版二 继续来关心美珠风暴 周时头版二说 蔡政府被轰比马政府退步 这是时代力量炮轰 蔡英文政府在这一次 开放美珠进口政策 整个过程当中 非常的蛮横 那周时的头版大标还有 这个卖药比卖肉赚更大 医生说四年之后 我们可能还会再被勒索 进口莱克多巴胺 所以这个战场呢 恐怕不止猪肉而已 你全猪进口也没有办法摆平 因为他还要再卖药 那如果卖莱克多巴胺给你 换句话说 你就要开放国内使用 而且对于美商来讲 这个利润是更丰厚的 好今天中午时报的头版二说 卫福部食药署7号深夜发动突袭 巧巧预告修正 美加牛肉以及产品进口规定 把猪肉残留莱克多巴胺的容许量 这个公告了 但是呢 在猪油部分 昨天说的是 并没有规定要来直接标示产地 那民间团体炮轰啊 那我这很多猪油耶 我葱油饼也要用 我月饼也要用 马上哦 这个端午节就要 这个中秋节就要到了 那怎么办呢 今天在中时哦 有陈时中昨天最新的说法 他说因为我们 时间很赶 时程很赶 所以赶快赶着公告 才会在半夜 这么敏感的一个时间点 很多人说 好像是偷偷的上架一样 才会在半夜公布 另外一个就是 关于所谓猪脂 这个脂肪的部分 油的部分呢 呃 陈时中说 他的立场还是要标 那接下来呢 听各方意见之后 还是会朝向标示的方向来做 好 这个跟先前我们公布的 这个条文内容是不一样的哦 好 今天的中时呢 还有在野党的说法 在野党跟民间团体 昨天总算是 这个声音分贝量稍微大一点了 今天中时的头版二说 白米炸弹客羊如门 昨天开了记者会 他强调说 政府竟然坚持开放 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为什么国内猪牛是禁用的 这明显是不公平的竞争 本土农业会被牺牲 因为如果说美猪比较便宜 他用瘦肉精很快 养的这个肉又多 又这个产量又大 时间又短 那我们的猪 你相对付出的 这个成本比较高 你卖的价格也比较高 你怎么来跟这些 美国猪肉竞争呢 所以他说 这是牺牲了我们的猪农 那这个一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是 你进口有毒的猪肉 卖给台湾人吃 有没有问题呀 所以呢 白米炸弹客 跟一些民间团体 他们昨天说 如果说政府再这样 不听民众心声的话 他们要上街头抗议咯 而忠实还有 说专家预测 下一步可能会开放的是 国内猪使用 莱克多班 这是高雄荣总台南分院 精神科医师 钱美牛专家会议代表 苏伟说说 现在开放猪肉是第一步 因为卖药的利润更高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呢 在野党则呼吁立法院 提早开议审查 但是执政党方面当然不急 希望慢慢来 时代力量 晚晚与立委质疑说 政府开放美株行政命令 只有预告7天 相较2012年马政府开放 还有美牛进口的预告 其实28天 所以希望政府比照往例 你至少预告60天之后 再公告 开公听会 开听证会 同时行政命令公告前 你必须先经过立法院 不能够这么的蛮横 一纸行政命令 就要大家吞下去 所以昨天时代力量 呼吁蔡政府 你不要比 这个马政府时代更退步 这是中时今天头版二题 好 另外呢 在中时今天那夜的四版则说 台美BTA到底换来了什么 蓝银痛批 这叫霸凌条约 我们要的是FTA 不是BTA 好 今天在中时的二版版头说 这个国民党昨天开了记者会 你从牺牲大家的健康 来换 到底换到什么 要给我们看 那先前呢 我们的政府说是BTA 但是国民党说 我们要的是自由贸易协定 而不是BTA 这个BTA几乎都是美国要的 我们都没有跟人家谈 都没有谈好 那保护费就先付出去了 未来是没有谈判筹码的 好 今天中时的四版 另外除了刚才提到 民间团体跟杨如门 扬言上街之外 国民党这个周末开始在全台 22线市设了上百个连数点 要来连数反莱猪 反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 这是中时今天在内夜的新闻焦点 联合报的三版则说 地方斗法自治条例 濒临城下中央 如果党的话 小心哦 沦为背心双标的骂名 说现在整个战场呢 民意反扑 后座力恐怕不是 执政党想党就党得下来的 那今天联合报的立论观点是 现在蓝银执政的15个县市 打算用自治条例 自立救济来反制中央开放 含有瘦肉筋的美国猪肉 未来 如果说中央坚持 这个必须要 其一步骤 不能够乱套 这是苏贞昌的说法 不过如果民意反扑的话 你该怎么办 你等于是跟整个 这个民意作对哦 这样子政府你可以承受 这样一个后座力吗 双重标准的骂名 恐怕要小心哦 另外昨天 嘉义市云林献坚持零检出 嘉义市前天更是直接把 这个自治条例送到议会去 一读之后 云林也推出认证标章 云林说我们经过认证的 一定是没有 莱克多巴胺的 如果你违反就罚两亿元 而嘉义市长黄敏慧更说 你如果政府你从源头不开始管 叫我们大家自负风险 自己去筛选自己选择要不要买 那要政府做什么呢 好这是地方的说法 另外一纸命令逼吃莱猪 千人怒反 现在有家长以及医疗界团体 农民组合团体 大家都要站出来反对 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好这是今天在内夜 联合报的三版 其他的这个焦点呢 当然苹果日报在二版也做很多 苹果日报二版重点是 陈时中改口说这个猪油 也要标示 放了相当大篇幅的一个版面 除了这条新闻之外 我们继续来听的是 自由时报头版头条 人有武器竟然没有办法 同时再满满载 海龙快艇验收放水 高检署下令起诉 好这是针对国军采购 两栖侦察营的海龙快艇 爆发弊端 全案经过桃圆机检署 五度不起诉之后 高检署看不下去了 高检署直接命令叫你起诉 所以昨天提起公诉 这个案子争败过程 经过十年陶检多次不起诉的关键 在于第三方的两名验传中心专家 证人军方跟造船厂 都认为契约当中的总酬 再重量3000公斤 是包括油跟水 不过有一名非造船科系的人 持反对意见 那这个反对意见 就五度不起诉处分了 今天自由时报说 高检署看不下去了 直接下令起诉 先买原型艇验收合格 再加买19艘 这是我们整个军方的 构艇的这个过程 今年自由时报也对此呢 有相关的报道 那国防部的说法是说 涉案人员已经受刑 行政处分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已经完成了 在军方部分的这个侦查 说我们本来买原型艇测试通过 不过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 快艇如果你是满载油料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满载人员跟武器弹药 显然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疏失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好另外 在今年自由时报 那一夜也有军方的消息 迎战 迎新战力强化防护 空军六年边140亿元 要建基地跟跑道 空军将在2026年之前 获得66架F16V等等战机 还有66架永鹰高脚机 除了机队的战力提升 也会持续强化防护的力量 所以呢 要编六年140亿元 建基地建跑道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 那一夜的二版 还有再来听到 自由时报下半版面的新闻焦点 国安人员半夜敲门 澳洲两个驻中国大陆记者 逃回澳洲去 被告知要另行约谈禁止出境 所以把澳洲记者吓坏了 最近澳洲跟中国大陆 关系持续恶化 术国仅存 有两个驻中国大陆的澳洲记者 差点被拘留 半夜被敲门说 我们要约谈你 后来赶快跑去澳洲使馆 请求帮忙 那庇护之后呢 澳方跟中方交涉 所以8号 这两个记者回到雪梨去了 他们觉得松了一口气 那自由时报说 现在在中国大陆 1970年代以来 第一次没有任何的记者派驻 在中国大陆 自由时报下半版面 还有反共救国 居60周年对庆 99岁大队长 重新回到东颖的照片 放在中间版面 自由时报说 今天是马祖东颖 反共救国军成军的60周年 所以有一些老兵 被请回去共襄胜举 老兵们看到 国军金石的战力展示 竖起了大拇指 说赞啊 很棒哦 好 这是自由时报的照片 汉他病毒出血热 今年有8例 写下新高 有个屏东 富人被老鼠咬伤了 因此感染 疾管鼠特别提醒哦 家里如果有老鼠的话 要特别注意哦 汉他病毒出血热 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 如果你吸入 有病毒的鼠大便 尘土或者是 被镊齿类植 动物咬伤的话 可能就会感染 他的症状是发烧 解末冲血 虚弱 背痛 腹痛 厌食 呕吐等等 出现出血症状 部分甚至会休克 或急性的肾衰竭 所以不要大意哦 这个东西呢 也要特别注意 好 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的内夜焦点呢 在财经报纸的部分 两个财经报纸 头本头条 经济日报说 飞瓶抢地盘 三星跟OPPO 划分了华为的市场 那华为这次被美国 整得很惨 几乎呢 整个版图都送出去了 经济日报说 台链洗淫新单 新的订单 这个转单的部分 华为这位手机业务 因为美方强力封存 现在面临瓦解 飞瓶品牌 趁势瓜分了华为市场 外电说 三星规划 明年的智慧型手机 出货量要破3亿只 创新高 年增超过15% OPPO更是提前上修 今年下半年智慧手机 销量到一亿只 飞瓶大厂强势初级 也为大力光联发科 这些台厂呢 带来及时雨 苹果嘛 今天也发出了邀请函 在月中可能要正式来 开新品发表会 大家都很关心的是 5G iPhone 当然后面牵动的是 整个产业链 不只是苹果要卖手机而已 所以这一次的发表会 也备受大家的关注 好 再来经济日报 头版二题是 台股周转率一路偏高 现在国家队逢高 减码电子跟传产 转到低价股去了 昨天台股呢 是涨62点 收在12663点 外资转卖为买 不过电子族群 还是非常的弱势 而工商在台股的观察部分 则说台股造势制度 明年6月底启用 今天的头版二题 为了活络股市的交易量 金管会公布 从明年的6月底 要启动台股造势者 以及流通性提供者的机制 条件是上市满一年 109年 日均量周转率 波动率排名落后 那就可以来参与 这一次的新制度了 这是工商时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回到经济的编栏重点 今天预告 川普放话 要限制美中的经济关系 当然这个东西是说 未来两国商业往来 可能会终结要脱钩 禁止到大陆的美国企业 争取联邦政府的合约 而大陆的科技业 现在也集资 要扶植自己的国产品 那美国最新的禁令 针对的是新疆棉花 当然这跟人权有关系 相关焦点 今天在经济的二版 有做一些配合的报道 工商时报 今天的头版头条 亚洲企业获利台积月居第九名 这是最新的一个统计数字 工商时报 在头版做大标题的报道 说台积电的第二季 获利全球的排名 夺下第23 各国实施居家办公 助长科技的需求 所以亚洲半导体大厂 获利暴增 根据日本日经新闻 公布最新排名 因此洗牌 台积电的亚洲排名 从22名前进到第9名 全球排在23 而其他包括亚洲的企业 第9名阿里巴巴 第23名台积电 第41名是日本的京东 那第一名呢 龙头宝座 伯克夏海瑟威拿下 这是工商的头版头 下半版面还有 农夫山泉挂牌 中闪闪 当30分钟首付 而第一天港股开盘 奔涨85% 不过收涨的时候 是涨54% 工商时报说 台币天天大怒神 坚守29块半 盘中大概都涨两脚 一脚多 但是收盘的时候 央行进场之后 就小涨小跌的 外资猛买 避险ETF台股金 以及五大电信 希望加快补助5G建设 全加西鼎泰峰 独卖联名鲜石 特斯拉跳水 美国的科技股重挫 今天科技股部分 真的跌蛮惨的 特斯拉跌幅超过20% 来到21%左右 美股全面大跌 欧洲股市深夜首盘 也是重挫的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开盘表现呢 希望能够跟美股脱钩 不过机会不到 大家再来观察吧 好 7点50分进广告 广告之后回到现场 还有更多焦点 不要走开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点51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好 赶快来听今天的内夜焦点 今天的自由跟忠实的二版都关心的是 昨天在台湾 有一场凯达格兰论坛 美国的前国安顾问麦玛斯特 以及在欧巴马时期的国安顾问 两个人都参加了 那今天自由跟忠实切的焦点不太一样 在今天的忠实敲的是 前白宫顾问他特别提醒 说川普力挺台湾只是为了对抗北京 我们变成筹码了 那对台湾来讲不是好事 要特别注意 而自由时报今天二版切的观点则是 说接下来美国应该在三大领域强化台湾的声量 来让台湾在学术 国际场域以及媒体好莱坞 这三大领域当中越来越有地位 要来帮台湾对抗中共 威胁明白的了解说 你威胁台湾是没有用的 那昨天蔡总统说 我们台湾现在 除了需要避战之外 也必须要捍卫民主的策略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要站稳 要有强化自己的一个立场 这是自由时报 而在忠实则说 华府专家强调 美国并没有排除正式承认台湾 即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之后 那有一派主张华府应该立刻承认台湾 另外一派则坚信 现在不是时候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两派的主张都认为 美国应该承认台湾 这是今天忠实的二版版头 另外县市长满意度 昨天天下杂志公布柯文哲 这次不是六都最后 他是在全台的县市首长当中 排在最后 当然跟大家解读不太一样 有人说台北市民是刁民 所以要求比较高 那当然也有人说是民众党的关系 拖累了这个柯文哲 到底是民众党拖累柯文哲 还是柯文哲拖累民众党 那民众党未来何去何从 如果连柯文哲都起不来的话 那民众党怎么办呢 这是各个报纸讨论的重点 那忠实说 因为他无心事政的标签 所以影响到民调 王世坚预测 接下来韩国瑜应该会出来选北市长 不过昨天呢 这个清韩人士 前新闻局长 高雄市新闻局长王浅秋 在中广新闻的这个八点的 千秋万事时间当中 他已经说了 说期望讲这些话的媒体人 不要来蹭韩国瑜的流量 他觉得现在没有这样一个规划 这是各方的一个焦点 今天中国时报的报道 苹果日报则说 现实满意度 柯文哲掉车尾 潘孟安连续两年夺怪 柯文哲被问到的时候 不发议语 没有多做回应 今天的苹果日报报道 而自由时报则说 议员说民调反应的是事实 因为柯文哲除了大巨蛋被拦了 搞得乱七八糟之外 想不出来他有做什么事情 不过当然啦 柯文哲自己则是强调 要努力改进 来回应民意的期待 党产会自由时报 今天在那页新闻说 林峰正表示 国民党要往前一点 才有可能达成和解 党产协商 国民党说 我们跟党产会协商 希望能够把钱捐出来做公益 但党产会不理我们啊 那党产会则强调说 这个东西不是不理啦 而是说 国民党你必须要再往前一点 才有可能去达成和解 那国民党就质疑 我们要捐钱 那你夺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今天自由时报 有整版专访林峰正 赖平渝跟时代力量前 议员曾学文 曾文学 曾文学 谈恋爱的新闻 今天苹果日报做整版 说他们是品学兼UCP组 连续四天溺在一起 被周刊给拍到 好 疫情的焦点 昨天又有一个境外移入个案 这是法国回来的这个女生 在机场就被送去隔离检疫了 所以并没有进入社区 但是呢 康轩呢 这个文教集团 相当大的做这个参考书啦 或者是教科书的这个集团 董事长从大陆回国之后 竟然没有遵守居家检疫规定 又开会又游泳 员工怒不敢言 所以有人爆料 那爆料之后就被罚了 他昨天发声明紧急道歉 国产的应用手罩 防堵混冲 MIT跟MD 两周之内 强制上刚应 只要是我们自己产的 都会打上刚应 不过昨天又有说 有一些为的这个假冒 MIT的口罩流入市面 而且又在新北市 大家买口罩特别小心咯 交通部砸12亿元 帮助旅行社数位转型 前两天说有旅行社的倒闭潮 包括雄狮啦 包括义游网都受到影响 那交通部说 那我们来砸钱 帮你来转型 不过学者说 搞清楚现阶段 业者需要的是活下去 转型是下阶段 你太快了 农游券 9月17号到期 还有140万张没有使用哦 看看手边的农游券 赶快把它用掉 否则就浪费掉了 250块钱 而昨天 纸本义放券抽出来了 昨天抽签的方式是抽生日 有8个日期哦 包括4号 6号 9号 11号 16号 18号 20号 30号 不管哪一个月份 你出生在这个日期 你又有登记 而且符合资格的话 你就中奖了 早上9点钟 就可以开始去领圈使用了哦 好 再来听到的是 天气方面 入秋以来的第一波封面报道 明天各地会有午后雷震雨哦 昨天早上告诉你要有起车祸 这个驾驶呢 他先撞了机车之后 灶桃又撞在路边停等红灯的计程车 今天苹果日报头版说他有癫痫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癫痫发病的话 接下来可能无罪 或者是可以减刑哦 好 这是苹果日报今天的头版 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收听 明天见 拜拜